芮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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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來開始這個會,心情非常的沉痛。 我其实是杨天水这个案子的第二个律师 因为杨天水他第一次录据是1990年 这个时候还不是律师 第二次录据是2005年 本来他这个案子是由另一个律师做代理的 但是这个律师自己也出了一些问题 后来独立中文笔会与农中各家委员会 就让我来做杨天水的案子 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想大家介绍一下 杨天水这个案子他的这个来龙去脉 我不能这个说的太普通了 我简单的说 那么杨天水是20000年 停满释放的 然后他又搞了四年多的 这个监视了四年多的这个秘书运作 2004年12月份在杭州 他被抓了 后来是 南京国安 南京这个国宝带回 就对他宣布行事毕丢 后来呢在这个 这个独立笔会 还有其他的人权人事 人权组织的这个 松原下 他呢被去保护省的这个名秘呢 不放了 那么后来到了2005年的 这个这个三月份好像是 他突然呢又一端 这一次呢是 晋江公安 把他从这个 南京里面带补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后来 这个 三次回 这个会见了杨天水 并且呢也看了杨天水的一些 这个答案材料 大概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本来呢杨天水一直处于 这个南京国宝的 这个监控之中 那么南京国宝给他搞的那个 刑事拘留 和后来的那个 图保护省 罪名都是 三栋建国国家政权队 嗯 杨天水在狱中的时候 就是两千年以前了 他呢有一个 狱友 姓名叫林小北 这个人呢就是 他比较崇拜天水 因为天水这个人很宽厚 又有血外 那么这个林小伟呢 他是一个行事派 他没有这个血外 然后他比较崇拜天水 天水呢就比较纯粮 这个就发展了他 这个想介绍他也进入这个民主运动 那么出去之后呢 这个林小伟跟天水呢 这个关系也不错 在这个过程中呢 天水就转背筹 筹建这个民主党 输满这个党部 在这个 后来因为这个林小伟 他在镇江又偷车 就又被拔了 因为他是一个刑事犯嘛 对吧 他没有这个政治的理想 刑事犯 他被拔了之后呢 他为了这个立功 他就向镇江的公安 就举报杨天水 他说我可以举报一个政治办 一个大案 那么然后呢 就中区里面 给我一个立功处理 那么镇江我们知道 他那个地方呢 就是政治的案件很少 那么佛宝就 如果 治保 就 秘密地跑到南京去 就把这个杨天水给抓了 抓了之后 这个南京的公安呢 就很生气了 这禁于点开水他们的人嘛 你这个偷偷蒙蒙的 把人抓走了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 并且根据公安内部的规定 外地的公安 要到这个本地人办案 他必须通知这个本地 本地来 这个配合 但是镇江就没这样做 就偷偷蒙的把人抓走了 后来这个这两家就打起官司了 这个 这个 呃 但是省公安厅那边 我后来看了一个材料 省公安厅就认为啊 镇江这边定的这个罪名 对南京定的罪名 有重 因为镇江定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七行点 就是 余扣成 就是十年 然后考虑十年以上 那么 江苏南京的那个 他的那个 这个罪名 定的罪名 是山洞建国家政权罪 一般是五年以下 那么 这个严重的才考虑五年以上 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南京这个官司就没打赢了 按了就交给了这个镇江 那么镇江呢 就是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 我去南京要求会见 南京多伯是不理我 并且不让我进门 就是 连公安局的大门都不让进 后来我就在那个 埋位给他打电话 我就威胁他 也不是威胁 也确实想这样干 我说 这个严谭水是 举时瞩目的 著名的一位人士 国际市场非常高 知名度非常高 你如果啊 连法律都不得手 连律师都不安排会见 那么我要把这件事 要捅出去 我要让国际渔民都知道 然后呢 我还要到省公安厅去告知 后来那个佛宝他也觉得 他用不着嘛 用不着得罪我啊 用不着把这个事责同大 他就派了一个 这个办事的一个交警官 就出来 就跟我说 也没让我进去 就在这个 传达使跟我说 说你这个这样 你找错的地方 杨天使呢 他不带我们这 我说你别骗我啊 那你告诉我他在哪里 他说见我 给你一个电话 你呢 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你给镇江公安 然后呢 我就想人家监账说 不一定是骗我嘛 我就打电话问了 结果镇江公安呢 还真存在 说他是 人家就在我们一张 下来他呢 是监督局住 你呢 那我就第二天 我就去了镇江嘛 然后呢 我说我要回见 这家公安说不行 因为他在那里是 是个机密案件 啊 你呢 先把你的这个手续 材料留下 然后你回去 我们请示 后来呢 做一段时间 他就通知我 说你可以回见了 但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把案子 都送到那个 检察院了嘛 就转送批谱了 然后到检察院 眼安案子没起诉了 还没起诉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见那个 监督局住 我就见了他 最低是三次 我忘了那三次 还是四次 因为第一次 我是一个人去的嘛 第二次才配了一个助理 就是蓝光律师 这个 天使跟我说呢 他的事情 就是四块 后来我看了 那个起诉意见书 也是这样 就是四块 第一块就是 他写了文章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写了很多的文章嘛 这个 可以定等宣传 这个 三动宣传 三动监负主义 那么第二块呢 是他那个 接收了 很多的 这个 海外的捐传 大概有20多万 有人民币20多万 但是 这件事 我后来跟那个 那个班艾九安 也焦虑过 我这种事很简单 这是个人道主义的援助 怎么就章送罪的呢 那个 检察官就跟我说呢 如果杨天使 他把这些钱都自己花了 这个事还真不能进来 但是他没跑 他全都给了别人 他支持了其他的这个民运人士 所以这个就不行 这个 就 等于是形成了一种危害 对我们的那种 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啊 读成了一种危害 所以 符合刑法的一个 自己罪 所以呢 就可以把它推进来 那么当然 他从罗子上 他这个罗子上讲 也是对的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后面我要讲的 就是杨天使这个人 他这个人性非常好 他从海外拿到的钱 他都一分都不明白 全国都自出了这个穷兄弟 那么后来 他判刑十二年之后 我二零零八年 我跟那个林文化女士 一起在这个 纽约给他这个 开过一个收奖烂会 是国际笔会 那个巴巴拉 那个基金会 授予他一个 那个巴巴拉 他有写多少钱 有一万块钱的 一万每天的这个奖金 他也没有 他把这个钱也是都捐 他给他拿了几个穷兄弟 在玉荣坐牢的人 所以说 他确实是有一个 金贼般的心 所以说 他的第二个罪犯 第三个呢 就是 他这个组建 这个民主党 苏丸岛部 还有就跟民主党的一些 一些人事 包括就是 杭州的那些 那些民主的联络 那么但是这个事呢 严格的说 这也不是一个 太构成的一个事 因为他组建了这个 虽然党部并没有公开 还停留在这个运作和收入 他们是抄家的时候 从他电脑里面收出来的 电脑里面有那么一个组织 并且组织里面有从源 包括就是有这个 出卖他的那个林小白 那么 第四个就是 天安荣雄荣 天安荣雄荣这件事 说起来是共冤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天安荣雄荣本身 是 我不能说名字 因为在这 这个场合不合适 是我们海外的 两个人 他们搞的一个 就是网络 几乎就是个 网络行业艺术吧 因为他这个东西呢 是把以前2005年 不是赵紫阳去世了吗 赵紫阳去世的住户 在整个的中国大陆 会有一个 这个资产委员会 那么各个省都有 把这个名单 他改了一下 就变成天安荣雄荣委员会 然后各省 这个有街市的大园 你江苏州就圆开水嘛 北京就是有小光了 吴美省也 和其心嘛 就这样 就搞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天安的事啊 都没大复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人疯疯癫癫癫的 瞎弄了 那么 镇江公安 看到他的大复事 江苏州其实 南京也没大复事 镇江 他因为他没办过 这么的行程案了 他就觉得这是个大事 你看 你都要接受我们政权了 对不对 你还不颠合国家政权吗 他这么一个逻辑 我刚才那天 讨论了三多小时 我说你这个完全就是 你好好的了解一下 你了解一下 那个真正的八冬子 他们是什么背景 那么后来呢 那个 蒋长官就建议我 说说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那个眷工 这个 天水在南京的时候呢 跟海外的每一个人 就是说 我刚才是讲的那个 轰轰颠颠的那个 是吧 他有很多的这个电法通话 呃 反正是整理完了之后 多从这个书面的文字的那个党案就去罢了他们 那你就看不完 啊 还有一些鲁文英带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 那么这里边大部分都是内人 这个这个的虾 这个的虾 这个的虾 这个虾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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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就是这样的一个 他不主张这个 激进的去推肩我们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最后跟他讨论这个 判这个 这个 这个判的辩护策略的时候呢 我就说 这个 你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案子 是应该做 对辩护的 这个时 当时小巴还是会傻 小巴也是 这样同意的 小巴也 要让我这样做,他说呢,你做无罪辩护,我们一点,我本来是无罪,但是我不给自己做辩护。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签讯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尽管法院,包括共产党的各级法院,它有资格审判了吗? 它有这个合法性吗? 说实话,这是我碰到的,我15年律师职业经理,第一个这样,我更乖,真到我问了。 我想了想去,也是啊,对啊,这法院凭从这边来的,哪来的,这个合法性啊? 我说天使,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最终,这个单身庭肯定得开啊,对不对? 人家把你带回去,你说怎么办? 他说这样,法官问我,我不回了,因为我不从来看他的合法性,这个法庭是非法的,凭什么出来的? 他说你可以,这个,你如果有什么要问我的,我可以回答,我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那么后来开庭的时候就这样运作了,法官问他,他跟着助理,他说你这个,他一开始就说,我叫杨天水,真名人通言,然后呢,我哪一年出生的,哪个什么地方来? 我在哪个地方上去学了,他把这个自己的情况介绍完了,然后他就说,我是为了追求中国的,这个未来,这个民族的未来,这个,给中国换一个好的制度,而做了这些事。 我觉得我没错,完全合法,你们没有权利审判我。 所以呢,今天,不要开口,免开追求,我不理你。 然后他就再也有多伤,他一伤也不红,咱们外伤也不红,后来审判长也没办法。 就这样,这个厅就开完了嘛,开了半个小时,喊了还热感,我还从去不到。 那么后来,到了我上,我不能,这个,在法车上,带落木,今天也不像个御师那样了。 那我就问,杨天水,我还杨水下,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俩一答。 我就先对这个启动书的指控,首先是动机,你有没有想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个想法。 他说我没人,我只是想,我只是想让中国换一个共好的制度,我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太差了。 人民没有尊严,民主没有前途,我想让它换一个好的制度。 我说,那你有没有从事过这个具体的一些颠覆政权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你准备组织武装啊,或者是搞一个这个组织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有一些具体的行动,他说我没有,我出了写文章,出了跟朋友聊天,出了交流之前,我什么都没做。 然后我就问他了嘛,最后法庭就当庭就宣判,因为他这个判决肯定是已经早就定了, 他才12年,他也不上诉,他也不签字,连签字都不签。 后来那个小判长说,你签字都不签,怎么办? 他就说,他让我过去做工作,我是签字,你自己还要签,但是你可以讲清楚你为什么今天会出院在老庭上。 他就写了,杨贤水,杨童年,拒绝从人,你是个审判的合法性。 他就此位历史的见证书,就写了东西的字,然后签了名字,鼻子被扔了,然后他就判了下来。 那么他也没上诉。 到了第二年呢,我记得是,中共十七大,监控的非常历。 十七大结束之后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比较宽空嘛,我就要回访一下, 我就跟那个小乔啊,那个刘吉啊,李海啊,一大堆人,就跑到南京去,到第二监狱去看。 结果那个时候,我的律师证已经被吊销了,就是他不给我注册了,不给我注册了。 然后那个监狱肯定是知道这个情况,他把你的律师让我来,你给了他。 他说,你这个年养了吗?我们要打电话,找你那个律师处,司法庭律师处去核实。 我说,你不用客气了,没眼睛。 他肯定是早就知道了,对我特意清楚,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 我们一到了南京,他就派了那个监狱,一字监狱的番茄。 我们早的时候,监狱的那个宝宝大队长,实在是憋不住了。 又把我还有李海叫到一个大户社里去,跟我们说,到以后里面来,不要一层群街,这动作人来。 不如我们这两天类坏了。 再来的话,我们欢迎来,就是一个一个人来。 李海还在开一个玩笑,就是那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这两天,我要重言强调的就是两点。 第一,杨天水,他是一个非常有坚定意志的一个民运领袖,民运战士。 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意志。 而且他很欢呼,也很有智慧。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民运处在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就出现了一个绝望的兴趣。 绝望表现为两种,一种了,熔了,倒了,另一种浮躁。 要想一些,刚才洪德松老师批评的那些,又要革命,又要造反,又要到中南海去投什么的武装部队。 所以,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民运的路面。 天水他从来,不过这样的行为。 他就知道,就是说这个民运的路,一定是一条非常的漫长的,非常艰辛的路。 所以说,他对自己有可能走无所艰辛,他其实是有预计的,他有预过的。 没人知道,这是一条死命的路,还是要走。我觉得这种运动对我的阵害非常大。 第二种就是,他的人情非常高贵。 他在里面,不要说这个出卖别人,不要说这个罪。 因为中共审判他,拘留他,逮捕他,一切的这些,他都不认,他都觉得你是非法的。 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决戒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最终呢,他为对自己的这种选择,付出了一生付出的待遇。 所以呢,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沉痛。 同时呢,我也觉得,天水的这种精神,它会击避着我们的国内的海外的, 这些追求民主制度的这些朋友们。 因为我们是同志。 就是,追求的我们大家,都在这一条路上。 不要计较那些厉害得失,不要计较那些其他的身份职务。 只要是,它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情怀,那就是我们追求的价值。 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的感谢,组织这次追求职会的, 中国军党的全委员会,文涛主席,还有他们的这些义工。 我也感谢,来这些,参加,天水追思会的数学团队。 你们奋斗的这些事业,它会换来中国未来的,这个美好的明天。 也许我不在里面其中,但是将来有一天,我的子孙问我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 现在里面详细的这种自己的文字, 既然是我们的信息,而不是他们的信息,而不是他们的信息。 但是将来有一天,我的子孙问我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